缘标题 汉朝和匈奴 大国争雄 以一百年为七一 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 汉朝大商人聂一被抓 抓他的是匈奴帝国 按道理说 匈奴实在患不上跟一个商人过不去 聂一从中原带着布匹 粮食而来 换草原的匹草 牲畜而回 辛辛苦苦地赚点差价 可匈奴发现了一个秘密 聂一居然偷悄悄地犯马 众所周知 马匹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 只要有马 匈奴人就能纵横草原 并且威慑四方 要不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律诸国 凭什么听他的 而吴马 汉朝就只能固守长城 看得骑兵乃去干着急 在匈奴人看来 聂一实在是罪大恶极 居然想夺取自己的优势 去讨好汉家朝廷 实在是该死 可他们忘记了 聂一是汉朝人 一颗红心向祖国 在匈奴的蝉鱼王庭 聂一苦苦思索着脱身之际 突然 他想医治携缠鱼说 不如您换我回去 我打开马医城 放您进去 到时候 想怎么着都成 马医在山西的北部 是一座边关要塞 城中囤积了无数的粮食和军械 还有数不尽的财富和人口 嗯 医治携缠鱼信了 没几天聂一回家 还带着不为人知的使命 二 匈奴对中原的垂涎 由来已久 一百五十多年前 中国大地正属的战国时代 为了在诸侯纷争中自保 各国无暇顾及北方的匈奴 匈奴逐渐成长 没办法 骑兵来抢劫 管不了 甚至闯入边关城市中强奸 鲁略 也不了了之 没办法 谁让自己实力不济呢 就这样 草原上套马的汉子们一步步南下 甚至在孤悬塞外的河套平原上 建立了自己的基地 就像一瓦尖刀 抵在中国的胸口 烧又不慎就会引火烧身 西日的小国也不能幸免 那里曾经是文明的发源地 受西域文明影响的炎黄二帝 打败了土包子池油 这才有了辉煌的中国文明 甚至周穆王还亲自到西方去 朝拜西王 母 但受至于地缘影响 西域始终没能成为统一的大国 而是分为三十六的小国 各自占据一方 一群不团结的兄弟 如何能抵抗入室抢劫的强盗 没过多久 匈奴就挨着把他们都收拾了 这时的匈奴帝国 是一个巨人 一只首相南深 要握住汉朝的咽喉 一只首相西楼 源源不断的索取资源 偏偏匈奴的地理位置特别好 北方是荒凉的西伯利亚 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海洋 只要坐镇草原就能威慑中原和西域 在这样的局面下 汉朝过得相当艰难 三 在秦始皇时代 中国熊喜过一段时间 在秦国一统天下后 匈奴照例前来打秋风 抢粮食 卢人口 占地盘 丝毫不把秦始皇放在眼里 秦始皇说 打得一拳开 免得摆拳来 于是 就派蒙田率领三十万百战老兵 北上迎敌 战争打地很艰苦 但事实证明 只要中国人团结一心 天下无人能敌 最终 蒙田 大军把匈奴打到四百毫米等降水线以外 胡人不敢拦下木马 是不敢弯弓而抱怨 公元前209年 秦始皇去世 中国大变 秦始皇的反对派们纷纷起义 一时间 中原成头变换大王旗 原本凝聚起来的国力 被消耗一空 七年后 刘邦坐在长安 也想学习秦始皇 趁着老兵老将都在的时候 一举击败匈奴 可这个时候 时代变了 经过战争的破坏 中国是无马的国度 权力的下放 导致朝廷不能集中资源 最重要的是 老百姓不想折腾了 在距离和套平原不远的白登山 号称百战精锐的汉军 被匈奴骑兵包围的 不像一颗大粽子 幸亏陈平献祭 咱送点妹子 土特产嘛 匈奴人风里来雨里去的 还不是徒利吗 他们保证 只要你们愿意当狗 我不欺负你 双方拉钩上吊 一百年不许变 在匈奴的语境里 这叫经济合作 在汉朝的语境里 这叫韬光养晦 世界上最难做到的一个字 叫忍 截止到念一被抓的时候 汉朝已经忍了69年 前202年前134年 从皇帝 大臣到老百姓 全都在心里憋着一口气 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奋斗 将来洗刷耻辱 汉文帝 汉景帝埋头苦干 用宽松的政策 来激励民间发展 甚至匈奴到甘权工阅兵 也视而不见 农民省吃俭用 足额的交纳赋税 用几代人的辛勤劳动 把国家仓库填满 甚至出现聂一世的异伤 他们在自己抓钱的时候 没有忘记大汉缺马 于是 在走南闯北时 不辞辛苦 带回悠良麻绒 有人说 汉文帝 汉景帝是耸祸 他们错了 没有两代帝王的韬光养晦 哪里来的国富民墙 牛马变前末 英雄跪下 是为了积蓄力量 当他站起来的时候 天下将风云变四 四 在那个年代 也有很多人忍不住 他们动不动就喊着 朝廷派他拈的窝 囊了 不如跟匈奴打一仗 就算输了也比现在强 此也要死在冲锋的路上 他们保证 打仗时 会捐一个月的口粮 其实 仔细分析一下就知道 普通人是没资格这样说的 有资格盼望打仗的 大概只有三种人 第一种 是皇帝 在对仇敌的战争中 不论输赢 他们永远不会受到伤害 战败了 他们是悲行英雄 一旦打赢 立刻就如生为民族英雄 伟大领袖 仔细想想 我们对汉文帝 汉景帝总是有一种同情心 而对汉武帝则是仰望 崇拜 第二种 是猛人 一旦出现战争 平时的潜规则统统作废 所有人和士 都必须为战争让路 在战场 谁能立功就会前途无量 在后方 谁能做好工作 也是功臣 甚至在地方上 土豪多交粮食 布皮等紧急用品 也会被朝廷记住 将来一并奖励 第三种 是豪商 俗话说 大炮一响 黄金万两 只要战端一开 必然会物价 飞掌 那些平时囤积于粮的地主 将会发大财 更别说 开铁矿 盗兵器 做服装的 除了这三种人 普通人是最惨的 战事紧张的时候 全家一半口粮都得拿出来支援前线 甚至连本人 也将成为阵亡名单中的一个数字 乃之兵者是凶器 圣人不得已而用之 这个道理 汉武帝也懂 他一开始根本没有想全面开战 而是希望必齐功于一亿 聂一带回来的就是马蚁之围 他向一致携产与保证 到时候打开马蚁的城门 迎匈奴大军入城 可实际上 他早已把消息告知汉武帝 而汉武帝的计划是集中三十万大军在路上埋伏 趁匈奴军队来的时候 超佳话一轰而上 争取把一支携打成三级残废 如果这个计划成功 就没有后边的事了 可他们都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大国争雄哪有这么容易 匈奴大军走到半路就发现不对劲 撒鸭子撤了 留下三十万汉军在风中 凌乱 虽然连匈奴的半根矛都没抓住 但天下风云从此变了 被欺负的汉朝又实力还击了 欺负人的匈奴出现一个强劲的对手 西域的诸国必须选择战队 马亦才一日 失事以沧海桑田 五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长远一点 就会发现 汉朝和匈奴的征雄 整整用了一百年 公元前一百三十四年 灭意带回马亦之围 大征开启 直到公元前三十六年 甘严寿 陈汤平定西律 喊出那句名言 名犯强悍者 虽远必诛 公元前三十三年 昭君出赛远嫁匈奴 呼喊携禅于清后汉朝调遣 相当于军区司令 一百年来 除了魏清 或去并率领汉军北伐匈奴 还有无数豪杰也在努力 张千搞外交 与西域诸国联络感情 桑红阳搞经济 增加国家企业的实力 主妇演义豪强 打击作威作福的诸侯 普通人也高唱着战歌走向战场 走向田间 走向大汉需要的地方 他 他们吃了无数的苦 才换来大汉的辉煌胜利 这是一场全民战争 没有人能置身事外 皇帝 猛人们担心劫虑 豪商大发恨财 又被朝廷夺走 最没资格喊打仗的普通人 也付出惨重的代价 没有人是最终的胜利者 但事情总要有人做 困难总要有人去破解 这就是那一代汉朝人的宿命 可历史也将给予他们最高的荣誉 前广子孙将为先辈的丰功伟绩 而热泪盈眶 因为中国从来都是世界的中心 即便匈奴趁中国衰弱猖獗二百年 中国也终将回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